我们赞美你 我们敬拜你 主啊你配受一切的荣耀送赞 主啊因着你爱我们 我们愿意一生爱你 一生跟随你 主啊你看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带着一个饥渴沐移的心 主啊一个摆上的心 我们愿意接受你的装备 接受你的造就 更接受你的塑造 主啊好让我们能够一生来侍奉你 能够做你的出口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这堂课 让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两千多年来 你的仆人这些圣贤 他们如何领受你的启示 领受你的话语 做你的出口 主啊你来使用我们 主啊我们真的需要真理的圣灵 你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来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与我们同在 仰望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请坐 要我们一同翻到圣经 犹大书 我们看第三节 犹大书第三节 不要问我第几章 犹大书第三节 好我们一同来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任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 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 我们要竭力的真变 那么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了各种的教导 各种的说法 甚至各种的异端 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真道上 我们竭力正变 竭力的来保守这个纯正的信仰 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课 那个volume条小一点点 有回音 就是我们要了解过去两千年来 神的仆人 他们领受神的光照 把神的话语 把神的真理 他们如何的去讲解得更清楚 更明白 或说在过去的时代里面 有各样的异端 各样的错误 如何被否定 那么整个的过程 我们能够掌握 我们看到整个的真理的道统在哪里 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神的仆人 无论是奥古斯丁 欧利根 马丁路德 加尔文 他们对神话语的领受跟讲解 所以我们有这堂课 叫历史神学 那么重点也在放在改教的时期 所以我们也会花了大概三分一的时间 特别来思想这个改教神学 Reformation Theology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主题 究竟什么叫历史神学 或者说更简单的 我们先思想什么叫神学 很多人一看到神学 就马上定义什么叫神学 用文字的转变 神学就是什么 学神 真的假如我们学神学最终的目标 不能够学神向神 然后我们学了一大套的理论 有什么用 没有用 但是这样的定义 还是有echo 我们等一下要调一下整个音响 把它 我们节理师少了一个音响 在那边 哪一个音响有echo 或许把这个音响调 方向不要对着我 对那个墙边 对墙边 对对好 可能好一点 好谢谢 better 对 那么假如我们定义 神学是学神 这个基本上 指出神学的目标 不能够完全定义什么是神学 只能说最多对了一半 究竟什么叫神学 更准确的定义 什么叫神学 我们知道神学英文是什么 theology 你发现theology这个字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学希腊文的 第一个theology就是代表什么 神 God theology logy呢 我们说有biology psychology logy是代表什么 这个是 也是从希腊文来的 记得这个字吗 logos 就是道 道理 真理 知识 所以我们说学生物学 biology 什么叫生物学 就是学什么 有关生物的知识 那么同样的神学 就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 神的知识 正理 或者有关神的知识跟正理 叫theology 所以这个神学 所以这个神学都包括我们认识神的什么最重要 他的属性 我们的神不像偶像 我们的神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要从圣经里面去学习知道神的属性 还有呢 这个theology 有关神的真理跟知识 第一 就是他的属性 还有呢 还有 这个theology 应该还包括这什么 或者说 神学的 学习的 那个 知识的 那个的来源 当然是圣经 这是最 最高的一个权威 那在圣经里面 或者透过神学里面 除了我们认识神的属性 还有学到什么 神的作为 很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 神的 法则 江牧师说神的法则 还有 神做事的法则 很好 还有学到什么 这个神学 应该包括这什么 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 但是 最重要的 包括整个神学的中心 其实是 神的创造 跟神的救赎 从神的创造 创造人类 就产生所谓的人论 Doctrine of man 人的堕落 人的俗性 然后 神的救赎 耶稣基督的救恩 从旧约到新约 神透过很多的预表 像方舟 像献祭的圣索等等 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要救赎的成就 在新约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神救赎的救赎者的redeemer 所以神学基本上一定要有这几方面 神的俗性 神的创造 神的救赎 神整个永恒的 玉子 计划 The eternal plant of his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他的教会的旨意 那么 对圣徒的旨意 如何的生活 如何的侍奉 如何的敬拜 所以 神学 是以神做中心 以神做中心 那么 我们要问 究竟 什么叫 历史神学 那我们要了解历史神学之前呢 我们先要了解另外两个discipline 就是 究竟什么叫 系统神学 我们上学期 有讲到系统神学 我们当中修了系统神学的 有哪几位 举手一下 也有好几位 上了系统神学 我们先要了解 什么叫系统神学 也要了解 什么叫圣经神学 然后当我们了解 这两个神学的discipline 我们就会更深地了解 什么叫历史神学 否则你就觉得 有系统神学 有圣经神学 为什么还要跑个历史神学 究竟什么叫系统神学 我们第一步 现在要了解 什么叫系统神学 所以 在讲义里面提到 何为系统神学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这个定义 我们一同来看 看到吗 在历史神学的 这个 结业 看到吗 都拿到讲义吗 所有选修课 应该同学都拿到讲义的 没有的话我们share 两个人share一下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定义 我们一同来读 不但是以系统主题 宗论整本圣经的真理 如创造论 人论 神论 基督论 救赎论 教会论 末世论等 更是以某一神学的前提 主题 Theme 或者哲学思想 观点角度 Perspective 检视 并贯穿 整本圣经各项真理 协调 革正理 解决一些表面的矛盾 带出一整体和谐的圣经 真理系统 这是系统神学 一个最基本的定义 那么特别的注意 无论是哪一个的中派 或者哪一个神学家 他所写的系统神学 一定有一个神学的前提 或者一定有一个中心的一个的角度 比如说 你看马丁路德所写的神学的资料 他所写的大部分 差不多所有的神学资料 他一定以十字架神学做中心主题 我们当中多少有修过这个福音神学的 福音神学的 也有大概七八位 所以你就知道路德的神学 基本上以十字架做中心 他所讲论的 或者说他所看的所有的资料 他一定要找到十字架 无论在旧约的解释 旧约的经卷 任何的神学 他都以十字架为中心 以旧恩为中心 以音信称义为中心 所以他早期的时候 他最不喜欢西约的雅各书 为什么 甚至他觉得雅各书 可能不是正典的一部分 不晓得是怎么混到圣经里面去的 为什么 他那么的不喜欢雅各书 James Book of James 为什么 没有讲到这个 音信称义 没有讲到旧恩 都是讲什么 行为 他最怕这个东西 但是 后来马丁路德晚期的时候 他肯定雅各书的价值 因为他发现 单单高举恩典 高举恩典称义 不注重行为 整个的路德会里面的信徒 都没有道德生活的见证 所以到他晚期的时候 他发现行为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要教导雅各书 所以整个马丁路德 他的整个的神学思想 就好像一棵叶子一样 他是以十字架 冠宣每一个的神学思想 他的神学前提 以十字架 十字架神学为主流 那当你看 加尔文的系统神学 你发现加尔文 他是第二代的改教家 他的整个的神学的前提 或者主题重点放在哪里 告举什么 告举神的主权 还有呢 神的拣选 神的荣耀 神的预定 德就是本福安持 因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的 免得有人自夸 他强着人 传染败坏 人自己没有任何的 熟灵的能力 靠着自己去认识基督 除非是 因着神的拣选 圣灵的感动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 若不是复兴人的话 没有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他完全高举神的荣耀 神的主权 神的拣选 所以他整个的神学系统呢 都是以这个来贯穿 假如你画一个prison的话 他高举神 整个的 他的系统神学下面不同的主题 思想 整个都市 透过所有的这些讲论 来衬托出高举出 the glory of God 神的荣耀 神的怜悯 神的主权 神的智慧 神的eternal plan 神的永恒的计划 用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 来贯穿他整个的系统 无论他的神论 人论 救恩论 末世论 每一个的论点 都要以这个神学主题呢 神的主权 跟神的智慧 神的计划 要配合的 好 那么 这样的一些系统神学呢 当然 在所有神的仆人当中 会有一些系统呢 比较接近圣经 但是 总是当人看这些系统呢 人常常都会偏差的 比如说 我们看加尔文的神学系统 不同人的神学的系统呢 可以说分两类 或许第一个图把它翻过来 这个是整本的圣经 整本圣经的真理 人的系统往往呢 方方正正 人的系统 或者系统神学 会有 某些的圣经真理呢 被left out 不 在他这个系统里面去 注意或是讨论 因为他又很完整 有些他不能解释的经文 他就 不讲 就放在外面 所以 假如我们刚才讲到 改革中的神学系统 或者马丁路德 这个加尔文的神学系统 高举 这个 神的这个主权 拣选跟预定 很容易就忽略了什么 可能就忽略了这个什么 人的努力 人努力去传福音 人的自由意志 是 很容易会有这样分裂 当然在加尔文当初 他的系统神学里面 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很容易 他的跟随的人 慢慢太过高举神的主权 就会把圣经里面 某些官服人的努力 和自由意志的经文 做Left out 那同样 那同样 加尔文的神学系统 或者加尔文的神学 太过高举圣经的启示权威 唯一的启示权威 但我们就承认 圣经是神的启示 神的末世 但是 对加尔文来说 为了对抗天主教 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 讲到教王的 这个预论 这个预论的权威 还有天主教 除了圣经之外 他们的教王的预论 同样是有启示的权威 所以你要听教王的 教王所讲的 所领受 也是跟圣经同等的 有这种权威的 那么 为了对抗天主教 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 加尔文也好 就强调 唯一有圣经 有启示 末世的权威 因着他们太过高举 唯一的启示来源 他们就否定所有圣灵 超自然的安赐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圣灵跟我说 我看异象 或者领受方言 方方言 他们都不接受 这种direct revelation 因为高举圣经的 唯一的启示权威 就把这些神 别的管道 启示 圣灵的恩赐 异象 异梦 方言 方方言 就完全什么 就打掉 所以你就发现 假如 这个reform theology 的系统 加尔文的神学系统 就会把一些什么 圣灵的恩赐 这些真理 就会 忽略在外面 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那同样 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 他高举神的恩典 高举这个 实价 因行称义 我们当然会读他的一些教导 你就发现 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 很容易就忽略了些什么 忽略了什么 忽略了成圣的真理 不得救了就好像一切都是成全了 已经得永生了 得罪赦免了 就好像我们就是 完全好像很享受在这个救恩里面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Jesus did it all 在得救这件事情 的确是 但是不代表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就可以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在得救这件事情 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 但是在得救 成圣的追求 我们要努力 那么很明显 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 会把成圣的事情忽略的 那么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 在这个church government 也是会有些忽略的 因为他基本上 还是比较接近天主教的 这种的主教制度 那很明显他都会把 这个长老智慧的制度呢 跟五重直视这种的 真理的教导呢 就忽略在外面 那譬如说我们看一下 《使徒行传》二十章 这样结成经文 就不在他这个系统里面 《使徒行传》二十章 我们先看十九章 这个二十章的十七节 好 我们一种来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 往以夫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那这长老是什么人呢 我们看这个二十八节 圣灵力你们做什么 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传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制度学所买来的 所以长老就是在 监督治理教会的 再加上以夫所书 第四章十一节讲到 五重直视 使徒还有什么 先知 牧师 教师 传福音 那即是属于church government 教会治理里面的一些职份 但是很明显在路德会里面 基本上这不像加尔文所定的这种长老制 他们还是主教制 就是主教管一切的最高的权柄 包括圣公会也是这种主教制 那这些经文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怎么好像是left out 所以没有一个地上完整的系统 或者是学派呢 真的是能够完全把整本圣经 所有的东西呢 都可以传报的 所以我们研究系统神学 需要有这个precaution 这个注意 会有一个比较接近的系统 但是绝对不会有一个perfect的系统 否则它那个就变成圣经了 它只是比较越来越接近圣经 会有一个越来越好接近圣经的一个系统 那么你发现一些灵恩的神学 或者是灵恩的神学系统 或者是五旬节的教会 他们对圣经的认识 或者他们的系统呢 也会left out 忽略的一些圣经重要的真理的 你们接触一些灵恩的教会 你会发现 一般的灵恩教会 会特别忽略一些什么 因为一讲灵恩的话 他们很注重恩赐对不对 就很容易忽略了什么 神道的这种的追求跟可慕跟造就 一般灵恩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可慕 那个在聚会里面 哇很有神的恩高 哇很有圣灵充满 哇很有这种的感受 能够好像经历到神 或者倒在地上 或者讲方言 都会比较注意那些外表的东西 哇某一个牧师他很有恩高的 哇他一挥手就倒几千人了 一堆人就去涌到这样的聚会 所以最近很多人都跑到Florida的Lakeland去 最近这几个礼拜大家都很失望 因为发现有些scandal的事情 假如只是追求一个现象 好像一个意志的复兴 这种外面的东西很容易会让人失望 所以比较注重这种所谓的emotionalism 经验主义 或者说一些phenomenal 一些外表的东西 就比较不会看重神的真道 或者成圣生命的一些追求 所以我听说有一个教会 牧师前面讲道的时候 基本上人都不来的 很少人来 到了那个后面讲完道了 人才开始涌来 为什么呢 因为节制会众 他们追求是什么 不是来追求听道 来追求被服侍 然后给他讲预言 做医治 是啊 后面的时间 拖一间人涌来了 但是讲道的时间 大家散散来迟 或者根本就故意不来听道 假如教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就蛮麻烦的 大家不是追求神的道 被神的道来炼镜 来光照 来认识神 怎么样来生活 怎么样来侍奉 不用神的道 神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引导 却等牧师快讲完道了 我们才来接受服侍 所以追求服侍的 那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笑这个教会 其实我告诉你 大部分灵恩的教会 虽然牧师在台上讲道 其实弟兄子弟 所以focus不在牧师讲道 focus在后面那个ministry time 希望能够被圣灵击倒 有圣灵的恩膏 神的痛在很浓 然后我就发热 发麻 要追求医治 甚至很多的牧师也知道 弟兄姊妹的taste 不好好来讲道来教导他们 都讲在见证 讲在大复兴的情况 都是讲在现象 甚至有个牧师 我知道在湾区有个教会 这个牧师就 他真的是有预言的恩赐 他每一次的崇拜讲道都不讲道的 都是叫弟兄站起来 给这个发预言 给那个发预言 然后他预言还蛮准的 但是发预言发了几年之后 所有的羊跑光了 因为羊需要什么 吃草啊 要有什么话 那你听多了几些很令人惊讶的预言 听多了也就习惯了 我们每天看太阳出现 我们每天看多了觉得很平常 但是我告诉你 假如你从来没有看过太阳出现的 或者一个下子突然间能够看见的 其实太阳出现是个极大的神迹啊 每天早上准时看到太阳 但是看多了就神迹不觉得神迹 It is the act of God 你想想整个地球被这样来转动 转动那么准确 然后每天都能够有Sunrise Sunset It is 极大的神迹啊 但是我们每天看多了就什么 不觉得怎么样 听多预言了也觉得就是这样 看多了这些医病的神迹 也就觉得是平常 其实唯有神的道 让我们心思意念被改变 能够拖去旧人 穿上新人 但是很多时候 Pentecostal Church 就会把成圣神的道 好像在left out 在他们整个的追求跟系统里面 那相反的 福音派的教会 或是基督派的教会 很容易就left out了什么 对他们很注重生命的追求 见证 传福音 读神的话 但是他们很容易又忽略了些什么 在外面啊 圣灵的恩赐 这个全能步道 医病 赶鬼 圣灵充满 他们从来不讲的 我从小在香港的算道会信主 从来没听过牧师讲圣灵两个字 只有最后的Benediction听到 但是很少讲关于圣灵的真理 更不会讲这个什么 医病 赶鬼 从来不讲的 后来是去了台湾 参加一个小小的教会 也叫西安堂 但是这个西安堂 跟容教师的西安堂 是不一样系统的 是瑞典的一个五旬节教会 拆拍一个代教室 去到台湾建立的 然后在那个小小的西安堂 才听到圣灵的恩赐 什么是方言 什么是医病 什么是异能 才开始听到 以前从来不懂的 所以很明显 所以很明显 福音派的教会 好像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就把某些的真理 为了解释 就是说 这恩赐已经停止了 产生一个停止理论 注意此类 所以很可惜的 所以 也是 圣经 大的 一个的 真理的范围 但是很多时候 人的系统 有限 那么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 圣经的 真理在这里 但人有时候 定出的系统 too big 它里面有些这东西 讲的东西 圣经是没讲的 是他推论出来的 这样的系统就太大了 举个例子 天主教的神学系统 特别在中世纪 他讲了一些东西 圣经里面没有的 所以马丁路德才起来 要改教 有些什么东西圣经是没有的 数字卷 indulgence 整个的功德理论 靠功德得救 这些圣经没有的 没有讲的 相反的 还有讲到这个 这个教王的 这个预令的无误 教王的最高的权柄 代表神说话的 所以他讲的话就算数 就算圣经的了 你就要听 这种所谓的supremacy of the pope 这些圣经没有讲的 彼得说他只是个仆人 对不对 怎么会 他是比彼得比耶稣还要厉害 那些圣经没有讲的 包括玛利亚没有原罪论等等 这些圣经没有讲的 要跟玛利亚祷告 拜玛利亚 这些圣经也没讲的 他就加了好多东西 那么解释天主教的 这个中世纪的神学系统的一些问题 那么 在我们所认识的五旬节的教会 你发现 有些东西他们教导的 圣经也没讲的 能不能找到 有些东西是在外面的 譬如说 能不能想得到 五旬节Pentecostal church 在灵恩第一波里面 像神召会等等 他们特别高举什么 还记得灵恩神学我们讲到吗 第一波他们最高举什么 圣灵的禁跟放言 What is the evidence of baptism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禁的一个的确据 更证明是什么 就是你讲放言 所以你没有讲放言 就没有领受圣灵的禁 所以你一定要追求讲放言 他们把灵禁跟放言是对等的 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 真的找不到这样一个教导 所以圣灵会的川帮人 A.B. Simpson 他就为了当时 这些五旬节中的这些人 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导 他的祭司祷告了几十天 要在圣经里面查考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临近一定讲放言 他最后在圣经里面找不到 所以圣灵会就从此跟五旬节运动分开 但很可惜又分得太开 又太过保护 变成非常保守的一个的 纪要派的一种方式 所以很多圣灵的恩赐能力 就没有在圣灵会里面彰显 甚至现代的算导会 基本上是返灵恩的 其实那个的种子就是在A.B. Simpson 那时候他因为 也不能怪A.B. Simpson 是这些五旬节的这些的领袖 讲得太过了 临近一定要讲放言 所以绊倒了A.B. Simpson 那A.B. Simpson要过分的保护 就跟所有这些五旬节的教会 五旬节的人士呢 划分界限 就完全退守到自己的里面 所以你就发现 为什么算导会 明明A.B. Simpson 算导会的标志 明明有讲神医的 但是他们又不是像五旬节中跟灵恩派的 有不同的 比较是讲理论的 讲神学的 那么 这个就是因为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五旬节中太过强调临近想放言 产生这样的问题 但是假如你读 我刚才想到一句话 就是A.B. Simpson的晚年的时候 他呢 假如你读他的传记 他说他是有regret 他说对需要我在道理上面 在真理上好像是比较对 但是I afraid I miss the revival 好像因为太过在真理上面谨慎 这个态度也是对的 但是却因为太过分的保护 不进入这个复兴的潮流里面 算到会失去了那个的复兴跟能力 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也有这样一个的反省 虽然这些像 这个Williamson Moore 这个黑人也没有受过很严谨的神学教育 讲的东西也不是很准确 但是的确神用这个器皿 那个神的同在 那个意志的能力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很可惜 因着这个Williamson Moore的教导比较极端 就绊倒了A.B. Simpson 他就又过分的退后跟保守 就没有进到这个复兴的浪潮里面 所以解释从历史的角度 我们反省一下过去一百年前 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一个小的故事 一方面也让我们反省五旬节的神学系统 有些东西圣经里面没有的 所以今天很多复兴派的人 为什么受不了解释灵恩教会 圣经哪里讲 祷告要倒下来的 的确严格来说 找不到一个圣经 圣灵恩高 或者圣灵充满要倒在地上的 那所以就offend 就是要解释 复兴派的人very offended 然后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放言 幸好现在到灵恩第二波 已经不强调圣灵充满的灵静讲放言 因为他们也发现不太讲得通 所以有些东西无论是五旬节中也好 或者是灵恩派也好 有些东西在圣经里面真的是没有证据的 没有support 所以让这些复兴派的人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反省 不要把某一个聚会 某一次圣灵的工作都把它standardize 每一次圣灵的浇灌一定要有这种现象 一定要倒下来 我相信可能有一段时间在某个地方 在某一次圣灵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彰显它的能力 但是你不要好伤就定规圣灵一定要每一次的聚会 都用这种方式 所以有一个名词叫courtesy for 大家知道吗 让牧师给你来按手一下 你不好意思不倒 所以叫courtesy 给他客气故意倒一下 不然牧师下不了台都没有人倒 没有圣灵的同在 这个聚会好像不过瘾 我们在人做一些东西 不是圣灵在做的 所以在中国 有一个做大陆施工的传导人 他在中国所领的聚会 一定好像每个聚会人都要倒 所以他叫逼倒派 所以你不倒 就好像你不够熟灵 好像没有圣灵的恩膏 所以大家都在那边倒的东外西倒 但是多少真的是从圣灵来的 还是人的意志 人的故意在那边做 那这种东西就不好 圣灵没有动工 他就先倒 这才是很多的问题 所以没有在圣经里面应许的 那么我们不要把它standardize 或是universalize 变成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 或者是成为一个标准 每一堂聚会好像一定要倒 不倒之后 我看到真的有些牧师 故意轻轻推你一下 给你暗示 真的看到他推了 那这就没有意思了 那你不倒也不好意思 我也曾经有一两次 我自己也很亏欠 他一直在那边倒高 一直在那边推我 那我不倒也不好意思 一直推 都无路可推我就倒吧 免得他一直推我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那我们就知道 这些东西其实都要给他修正 那假如我们再过一两个礼拜 会读到俄里根教父 他很受希腊的二人的影响 他的ransom theory 他的救赎理论 所以这个ransom 这个俗价是给谁的 是给撒旦的 那这个很密切 在圣经里面没有讲 我们严谨的系统神学才知道 其实这个救赎是满足神的公义 而不是这个救赎来满足这个撒旦交给他 那这些东西 ransom theory 都不是在圣经里面的 那么 解释系统神学的一个的情况 我们需要注意的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系统神学 一定要有 因为我们总是需要能够对整本圣经的真理 把它能够调理的分明的来做一个系统的说明 这个比如说神论 人论 末世论 救恩论 甚至这个教会论 侍奉等等 都有一套好像是一个menu一样 我们可以很容易一条一条apply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否则整本圣经一卷一卷 你实在很难系统的去应用这个圣经的真理 所以其实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自己一套的教导 这套教导其实就是他们的系统神学 所以你发现每一个教会的教导的重点都不一样的 圣明和灵粮堂的教导一定也有你们的一个重点 墓主先锋教会也有 很明显墓主先锋一定重点是什么 累在生活等候神 然后就会有时候就被人批评 都是追求个人的享受 对你享受神很好 但是怎么你们教会都不讲mission的 那圣明和灵粮堂今天都会讲mission 但是好像很少讲累在生活 这每一个系统呢 每一个教导都是有他们的一块 好像puzzle一样 假如我们能够研究过去两千年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教导 然后就可以能够把每一个宗派他们的优点 他们这一份把它聘起来 能够有个更完整的合乎圣经的全面的一个正理的教导 或者一个体系 这就是我们读无论是系统神学历史神学读神学的一个目标 因为假如你不跳出来在神学院 你永远是在你自己的宗派跟教会里面 看自己的解讨东西 哇我们这个教会所讲的这是最好的 哇等候神内在生活 也是上好的福分 玛利亚的这个最好的节分 你们都是今天往外跑 都是马大 那在他的系统里面 他只会看到这一份 其实也真的是很好 但是在别的教会他们可能 金星会他们看到就是圣经教导 成人主义学研究圣经 哇所以金星会的查经主义学 the best 或者说在我们湾区基督之家第五家 他们最有名的是什么 就是成人主义学 但最早其实我帮他们培训的 在第四家的时候 他们原来没有成人主义学的 所以每一个教会呢 都有他的一些的特点重点 然后我们假如能够 能够了解把它包拥在一起 那这个full picture 可能就整个真理的全面 就会更完整 好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先把系统神学大概了解了一下 了解系统神学的意义 跟它的limitation 一定要了解它的limitation 限制 而且你要知道每一个教会 都有他自己的系统神学的 一定有他一套的东西 一套的教导 Consistent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哦系统神学不好 其实它是一定存在的 每一个的牧师 他有他一套的领受跟教导的 他这一套东西 其实就是他的系统神学 一定有的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再下去看 什么叫圣心神学 那么圣经神学的Publical Theology 它基本上是以圣经的内容 不但了解圣经里面不同的这些真理的教导 它非常注重那个书卷的时代文化的背景 好 所以当你读研究约拿书的时候 你不是单单只是研究约拿书的那个神学 你会透过圣经神学的方法呢 你会了解 约拿书整个的时代背景 思想 是contextualized at the biblical time 所以你就了解 为什么约拿要面对神的呼召 他要逃 他不要去离离围城 为什么 按照当时的时代背景 是什么原因 他为什么要逃 能够去传福音不是很好吗 报福音传喜信 脚中何等加美 为什么约拿要逃 是敌对的民族 亚俗是一直以来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 要灭他们的 所以约拿知道假如李立威不灭 他们以色列可能就会被灭 所以他不要去 所以要了解时代当时的文化思想背景 包括语文每个用字在那个时代就约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所以所有圣经神学的神学家 他们在原文时代背景 这些东西还有当个时代的思想 他们都花好多时间去研究 不只单单我们只是读圣经而已 他除了了解圣经的原文字意 他们花很多时间了解整个当时这个书卷的背景 是要跟时代连结的 因为每一个信息是个时代的信息 是个时代的现象 你不能把时代不管 我们所谓基要派的圣徒读圣经 只是读圣经 不了解整个的这些先知的北国南国 这些什么都搞不懂 以色列的风土思想 custom 很多背景我们都不懂的 我们就是读圣经 背圣经 对整个的该书卷的时代 问题思想情况 完全没有掌握 但是历史神学非常强调 不单是整个的文法结构 自义研究 然后当时代的思想 政治文化 他们有深入的研究 因为这样才能够把这个message 变成一个living message 为什么神在那个时代 用他的仆人写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是有时代的意义的 但是现在我们读经都是灵意读经 就反正就是这个预表基督 这个预表灵命 反正都是灵意解禁 没有真正把他时代的信息找出来 要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神学的方式 了解某个真理 背后的整个的大时代 他的思想文化各方面 那这是历史神学的一个其中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 他非常注重整本圣经 在某一个真理 从创世纪 然后到大小先知书 到新约 整个真理的 在不同的书卷里面的启示跟渐进 更发展更丰富 所以他是以整个圣经做一个观念 不是单单只是研究在创世纪里面的神论 他还会研究在先知书里面的神论 这个神的观念 神的启示有没有发展 有没有增添 有没有矛盾 为什么神后悔创造人 难道神不预知吗 为什么神的后悔 然后到新约 或者这个羔羊的启示 从创世纪 这个第三章 人类堕落 神就用羔羊的皮给亚当做了皮衣 然后这个羔羊的启示 到了摩西五经 到了立位记 变成是个献祭的羔羊 赎罪的羔羊 然后到了新约是神的羔羊 然后到了启示录是那个做宝座的羔羊 你就一直以整个圣经做背景 去trace某一个真理的发展丰富 其实也是一个圣经神学的方法 另外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比如说 研究这个神论或者人论 他会以 比如说以摩西五经 或者以创世纪为一个单元来研究这个人论 创世纪里面的人论 就把所有关于人论的这些的经文找出来分析 然后会说专门只是研究旧约神学 旧约的神观 那就专门把旧约里面关于神的这些属性 神的作为把它找出来 然后新约的神观有一些的改变等等 就把它分开 就说你就发现这个圣经神学是 就是以那个圣经的经文为主体 而不是以某一种神学思想做主体 来连贯所有的真理 或是harmonize所有的真理 他不去做harmonize的工作 很可能旧约的神观研究出来了 跟新约的神观有很多不同 甚至有互相矛盾 他也不去解决这些东西 因为一解决呢 你就会有人的神学理论 加尔文的系统神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神在旧约的一些作为跟新约 好像神的主权神的预定 好像人觉得一旧约的神比较残暴 新约的神好像比较恩慈 那解释某些人的看法 那么系统神学家要把它去解决这些难题 把这两套不同的说法要和谐 要解释 但是圣经神学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他找到什么东西他就说什么 可能梅卷书所表达出来的那个 可能旧约神学或许也不一定完全一样 但是圣经神学的学者不去解决这些难题 这些系统神学他们要做 把所有找出来的东西怎么去harmonize and put them together 这些系统神学他们要做 所以解释历史神学 最少我们抓到一个重点 历史神学非常重视 background background 整个经文的background 整个上下文的background 时代的background 就是圣经神学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重点呢 其实跟历史神学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了解了历史这个圣经神学呢 周围了解这个历史神学 我们还有这堂课还有多少时间 好 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初代的教会 教父时代 中世纪 改教时代 或者是近代 那么 或者神会透过某个时代的一个运动 一个思想 或者一个人物 带来一些真理的开启 或者说也因着某个人 某个运动带来真理的一些破坏 所以很明显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整个的正教合一带来什么 整个基督教很大的corruption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某一个真理 在那个时代 一定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 为什么这位神的仆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开启 这样的一个教导 这样的一个亮光 他这个教导在当时代的思想背景里面 有些什么的关系 有没有跟某一个运动 某一个文化有关系 比如说 莫里根教父 他讲灵异解经 他讲这个 熟灵的五官 内在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看不见的 灵力的 才是最真实的 最重要的 读圣经不要看字面 要看经文的背后的灵异 才是最重要的 那他这种的教导 跟当时时代的哲学思想有没有关系 我们在orientation的时候讲过了 他是受什么影响 受希腊哲学的二元论 等一下 希望我有多点时间会讲一下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非常影响我们初代的教会 初代教会三百多年 基本上都是受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影响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这样一个神学家的教导 这样一个神的仆人的教导 有没有受这个时代 它绝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一个的教导跟想法不会从真空出来的 多多少少呢 都会受到时代的文化思想哲学影响的 没有一个人读圣经 读到真的是好像电脑一样 很中肯的很中立的就是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 他一定会加上自己的interpretation 自己的解释的 那他一加上自己的解释跟想法 解释跟想法是从啥里来的 从他的生长的背景 他的个人经验 他的哲学思想 他的熟练经历等等 一定会影响的 那有些人一读圣经 就是读到内在生活 每段经文都把它引到基督的里面去 但有马丁路德一读圣经 就是读到十字架 有些人一读圣经 每段经文都读到猜拳 都是传福音 真的我在香港 我在山道会 那个老牧师他好厉害 我每次听他讲到 都是讲传福音的 他每段经文都能够带到传福音去的 所以我从小就被他说着 很喜欢传福音 因为他每段经文都能够带到传福音 好厉害 这个就是在乎你的观点角度 你的个人经验 因为他的个人经验 觉得传福音最重要 太宝贵了 所以他什么都从福音的角度来解释经文 那这个就是他个人的经验 背景 所以为什么我们了解整个2000年的神学思想跟发展 历史神学的研究方法 不是单单只是读他的理论 来自一定要了解当时代的一些重要的运动 思想文化背景 那比如说近代 为什么有心牌神学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二我们Orientation 这些人的同学都问 什么叫心牌神学 心牌神学 心牌神学是怎么产生的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美国差不多有三分一的教会 变成心牌的教会 然后神学院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五 都变成心牌神学院 有名的Prinston Harvard Yale 都变成心牌神学院 那为什么心牌神学那么厉害 它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是一个时代哲学的产品 因为二十世纪初高举科学理性 有进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出来 那么很多的神的仆人 这些神学院的教授 他们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前提 理性的前提 凡是圣经里面 不能够用科学理性可以理解的解释的 他们就不接受 所以他们会用科学理性的角度 来解释五饼二语 基本不是一个神迹 只是因为这个小孩 他无私的大爱 拿出了他的五饼二语 就感动了其他的人 也拿出了他的五饼二语 所以当然大家都吃够 他是用这种理性科学的解释 然后比如他跳到水面上行走 哎呀 其实什么是跳到水面上行走 他刚刚跳到那边有个石头 所以他多走了两步 不是什么信心不够 他多走了两步 就离开那个石头 所以就沉下去 所以注意此类 所以都是用什么理性科学的角度 来explain away the miracles or the power of God 哪有什么符合 没有符合 所以这心牌神学 都是完全接受当时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 包括一些哲学 存在主义 甚至我们很多人所敬重的Karl Bauff 他基本上是完全接受存在主义的思想跟哲学 用存在主义的思想来解释很多的经文 所以他讲到所谓holy encounter 跟神的教育 其实都是存在主义的哲学的思想 我们上来有机会来解释一下 存在主义跟Karl Bauff的问题 好 我们就休息几分钟